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结果就出来,她说我有三粒肿瘤 肿瘤是有多大多大,那时候我就不听了 因为我什么,我都知道原始点了嘛 我听干什么 我就不理她,她说你这个肿瘤是恶性的,会变癌的 她说我给你六位月 如果这个六位月不消的话 你一定要开刀和发炎,Biopsy Biopsy之后要开刀,或者作为要发疗 因为那时候我听了,我就不怕 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原始点的原因是哪里来的嘛 所以我就不理她了 我就照样这样做,就揉揉她,然后喝姜 姜曾经也叫我喝60克,我喝了60克 汤我不喝,水果全都剪掉,我只能喝姜水 我煮了60克,差不多8盅很浓 我喝了一个月之后好像很多东西排出来 红龙葱啊,什么那个羊啊,一大堆的出来了 一个月之后我排血了,她有血出来了 她的血好像是粉红色的丝丝一样 第一次就排出来很多 在一个礼拜她就会排出来,她排了两次 第二车就很少了 上个月之后医生就打电话了,她怕嘛 她说你要去做那个Auto Sound 我去做Auto Sound的时候,医生说这不对啊 她就不会全部都不见嘛 她说你吃什么药啊,你做什么 我说我们药也没吃,我什么也没做 我只是喝江汤,温敷自己推 她说真的吗?不可能啊,好这么快 我就说这个三个事情而已,我就做 然后她说那这么好啊,那你继续做吧 18个月后你再看我,到现在20个月了 她就没打电话给她说你喝不了水的话 她说不可能啊,Amazing 为什么三个月就没了呢?就这样 现在我身体很好,好的非常好 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按推啊,热能啊 一定一定要足够 我有50粒的淋发 这边呢,我自己熟了,有45粒的淋发 还有啊,我是熟不完 啊,不熟了,不熟了,太多了 这边是三粒的 2017年10月份我温敷 我刚刚这三个月才发现 我的那个热能不够,她的淋发还长 但是烧得很小 我就觉得我的热能不够 原来的淋发是需要很多的热能 磨都磨不到了,你看都平了 还有30多粒在里面 你看40多个淋发 好大哦,这么大哦 有小也有,大也有 现在这边也没有了,你看 你可以磨到平了,你看 很平了,你看 都磨不到了,你看 这边我有三粒,但是好像没了 都已经平了 它磨到,但是它平的 这边你可以磨到 但是你看,它都平了,你看 这里有一大粒,一个疼的 之前是疼的,你看现在你磨它 它是不是平了,你看 都不疼了 上次当我推的时候都不能碰 我都自己这样做的,这样融的 这样融的 然后我有那个工具,我也这样做 全身里都要这样做 自己做 做好了,我一粒药都没吃过 其实我说真的,谢谢张医师了 真的,原始点 没有这个我真的死定了